全新2023年 兔年天童館福治通姓已經出版了 我上年的預測都一一應驗 海上事故 樓價回落 旱災風暴都相繼發生 接下來2023年就是要留意火 火災會頻生 甚至有火山爆發的機會 總之大家要加緊防火 我除了十大預測 每日通勝 和十二生肖運程之外 還會教大家如何吹吉避兇 大家立即上明報PowerUp網站購買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王Sir好 師傅你好 是 今天其實沒有甚麼成績表派給你 不要派住了 不過我想今天問你 是 為甚麼你今天下個頭條 下個題 是 一字幾隻蟹 你是不是諷刺香港很多在股市那裏 變成了大雜蟹 還是現在大雜蟹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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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你都知道 在中醫裡面經常都說不時不食 對 四季時令就一定要吃些四季時令的東西 對 因為四季時令是日月精華的產品 是一種無形的補品 現在市面上 一到那個所謂霜降附近 有齒食 齒 對 又有蟹食 對 大雜蟹 當然要談談這些業門話題 在外匯經濟市場上 外面又有蟹字有很多意思 我在想迷信 如果你手上有蟹貨 那便吃一下蟹 吃了便沒有蟹貨 就是 鬆綁 市場有很多蟹 有寄居蟹 有油雜蟹 是呀 有大雜蟹 還有 除了蟹字 我又聽說過 在外匯 總之金融市場裏面 有一個叫做氣球的術語 氣球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 即是 握著氣球鼓 知不知甚麼叫氣球鼓 我不知道 即是說握著的時候 它便不升 一放手氣球便升 這些就叫做氣球鼓 是呀 知不知形容大 還比蟹鼓 是呀 我是聽其他人說氣球鼓 氣球鼓 是呀氣球鼓 即是一握著就不升 握著就不升 一放手就升 氣球好東西 是呀 好了 言歸正傳 今集的標題 一字記之若蟹 你剛才說了蟹 我都要快一點成績表給你 是嗎 因為為甚麼呢 你由年初 其實是去年了 到現在 你留意一下今年食水 熱食水甚麼 剛剛爆了一宗深水埗區 爆了一宗奪命 叫淚鼻追菌 是 鴨油腿油腿 好像四個人六個死 就忘記了 港大袁教授 他看過 是水龍頭 和花瓶藏有的菌 都不知道那些菌是怎麼來的 你知道香港真是慘 香港真是多時之秋 計這個新冠肺炎 搞了我們一千日 一千日 都未完 現在又來過這些 這些會不會散播 因為最近又風又雨 不知道會不會散播 其實我在今年年初 已經曾經說過一個預測 就是說 由2022年開始 全球的雨水 雨水即是導致食水 水質 沒錯 水質變壞 香港這宗淚鼻追菌 其實有些真的要批評香港政府 根本發現了很久了 存在了三四個月 即是第一宗個案 不過來到這個月就好像 即是不說不行了 有帽子爆了出來 是的 沒錯 其實這件事 根本就是和大自然的環境 去到八雲裏面的 未升 任年、貴年 就會嚴重了很多 聽說這宗淚鼻追菌 就是人、動物都可以感染到的 嘩 死得人的那些真是很危險 是的 所以我再一次呼籲多一次 就是大家一定要加強家居淚水的系統 我剛剛悶了 來吧 還有一件事 我又可以告訴大家 關於這個淚水系統 我都是半個專家 不用了 我由2021年開始 已經是開始了 每天都去看看淚水系統 究竟是搞甚麼 那些濾水是怎樣 有很多東西 外面有很多淚水系統 有過濾氣之類 其實 我們大家都知道 是最靠濾水的 但其實濾水的位置都是骯髒的 是的 因為它沒有自動清洗 那個功能 那個過濾的位置 所以必須要看看 你們自己買的過濾系統 即是那個系統 當然有貴有便宜 有大有小 我建議真的不要浪費錢 或者如果你們沒有研究的話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可以告訴你 我這兩年研究下來的心得 我發現市面上確實是有些真的不行 是的 有些真的不行 但是又基於不能夠賣廣告 不行 這些要消費者委員會 是的 是的 但是消費者委員會又未做 未做 他們懶得做 他們未感覺到是有需要做 其實我一早已經說了 有些過濾了 你一早說了要留意 去年你已經提醒了我們很多次 說全球的水質會變壞 是的 沒錯 那就越來越厲害了 是的 越來越厲害了 你現在出現了所謂的濾鼻追菌 是的 追著你來殺 那會死亡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些人家裡有些錢 就賣個過濾器 是的 有些人沒有錢的 麻煩你煲滾水才進入 現在煲滾都未行 都不行 都好 都是還有少少問題 不過就好過不煲滾 一定要煲滾 一定要煲滾 總之大家要加強在這方面的衛生 因為我一直都提倡的就是 食水、陽光、空氣 這三樣東西再加上睡眠的優質 這四個優質就是排第一位的 無論你找哪個大師傅幫你在家裡看風水也好 如果你家裡這四個優質都拿不到的話 真的賴布衣 真的麻煩 這個就是我經常都這樣說的 當然 方位、亂頭這些風水的東西 一定對你有幫助 但是最基本的這四大優質 如果你們在家居或者是 寫字樓任何東西都未搞得好的話 不用再說甚麼風水 因為這些都不用 基本上不用錢 基本上 有些空氣 例如為甚麼空氣要錢 你住在山腳 空氣當然會污濁些 你住在山頂 空氣清新些 那山頂的樓價比較貴 沒錯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室內的空氣混濁 又說有些甚麼軍人的症 很多時候通通都是和空氣吃水陽光 甚至最最後就是睡眠不足 你這些東西不要你睡眠 不是不足是睡眠 那個質素都不好 沒錯 睡眠質素 好了 再說回蟹 好 現在 因為 因為 2022年10月23日 18時36分 正式踏入雙降 是秋天最後一個氣 過了這16日 就會正式去到立東 立東在我們命理上 就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就是很容易 在明年的氣 就在立東滲入 上一集 我們都說了 今年有個早東 是 即是說 立東 即是立東 11月7日 可能有很多先兆 就會在11月7日之前 就會來臨 好 不時不食 就是雙降附近 就是豐收 那些齒 齒本身 就是好的 是 它可以清熱除凡 什麽叫除凡 即是有時候自己覺得很 於悶的時候 吃個齒 甜甜的 好像有少少少安多酚 令到自己開開心心 這樣 又可以生瓶子殼 潤肺化痰 好了 大雜蟹也是時令的食品 大雜蟹雖然是寒涼 大雜蟹是屬於寒涼的食物 所以慣性要配止止酥葉 滋涼、滋寒、解毒 喝薑茶 沒錯 但是它本身 蛋白質高 是一個補品 接著又可以補骨髓 清液 所謂的脂肝陰 甚至乎可以治療筋骨的損傷 嘩 這樣可以吃多些 是的 可以吃的 好了 但是 這兩樣這麼好的東西 加起來 一齊出事了 不行 這樣就不是說 市面上所說的 就是中毒身亡 不是那種 因為 齒裏面有一種叫做丹寧酸 蟹裏面就是有蛋白質 這個丹寧酸和蛋白質 食了之後 在胃裏面 就會形成不消化 這樣就阻礙了腸胃的餘動 令到腸胃消化系統減慢 這樣就變成腸胃不好 所以坊間才會說 不要齒和蟹一起吃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記住 分開吃 分開多久 我覺得最少都要分開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最少 吃蟹就不要吃齒 吃齒就不要吃蟹 不要一起吃 好了 講完今天的標題之後 當然是順帶要講一下 雙降 雙降 十月二十三 是的 十月二十三 十八點三十六分 北京時間 十六日之後 就正式踏入立東 立東就是十一月七日 十八點四十五分 這個日子大家要記住 一定要記 我們下一集 一定會再加強講這個立東 因為這個日子是非常重要 是的 為何重要呢 我記得我們在半年前 都一直講過股市市況 凍、蕩、亂、雲、軸 影響股市市況 一直我們都不贊成人持貨 但是為何 王Sir你記不記得十月八日後 寒露 我便說可以買些 是的 我記得我通知了我所有的粉絲 就說十月八日後可以買一下 我最記得的 我便說見到一六五零零 玩一下吧 你還說會升千多二千點 是的 我還說升兩千點 好了 十月八日到今天 到今天十月十九日都十日了 他完全沒有大升浪的 有有有 少有 美國 道指兩天都升一千多點 是的 但是香港沒有 你知道我發覺香港真的是 香港是爛泥來的嗎 那又不能夠爛泥 真的 我講了很多日 我在網上都這樣講 香港股市爛泥 為什麼爛泥呢 外資就散水 北面就沒有水 香港就一壇死水 那也沒有辦法 有很多香港人 他接觸不到美股的 又玩不到 沒有辦法的 你如果在這個市場裡 你不能偏食 我只是吃豬肉 牛肉、魚、雞 我全部不吃 大哥 你要在這個市場裡 哪裏有得吃 你就去找 是 是 是 買不到廣股 就買美股 好了 大家好了 到了這一集 有很多人會問 師傅 王Sir 現在怎樣 又叫我買了 因為最慘的一件事 我們一個星期才見面 是 有很多時候 說不及 有很多要調整 我向不到大家調整 但是我記得 我前一天 今天是10月19日 是 我們10月21日出街 是 我星期一 已經通知了我的粉絲 你們要有個心理準備 這個這樣的升 我希望它升 升兩千點 升不到 升不到 真的 不過好在拓賴 它真的跌下跌下 又升上來 起碼曾經都被一個 16,900里跌下 就很難 你說沽到這個頂 但是 起碼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們 有信心去再看久一點的話 最後最後都是去到10月23日 是 10月23日之後 真是說 就算只有100點 幾十點 都要走 沒有了師傅 不值得再 因為今天19日 我們出街已經21日 21日星期五 哦 23日星期五 是這兩天 如果這兩天沒有就完結了 是 因為 為什麼呢 我在相降的八字 看到一些 就是 有一種不尋常的 對整個 是嗎 你也是這樣看 是 不尋常 這個是不尋常 是的 去到10 去到立東 是極不尋常 這位 原來24節氣 是會影響環球市場變動的 好像我們以前說過 Bitcoin的暴跌 和谷雨有關 我之前排過 中國和美國的八字 有些發現 他們那些八字 暗藏原機 那不是影響到 國運的興衰嗎 西國動蕩 怎樣捉緊投資機會 我 侯天堂 和我王冠一 在每個星期五的 《一字記之》節目裏面 以玄學知識分析及預測 環球正經局勢 敗人一步 掌握市場脈搏